大家好,我是Stan Promise 9成员强距离宣布退团了 2018年,透过IDOLA就出道的Promise 9 在2021年8月,所属公司变更为海埔旗下的PleDys 然后在今年6月发表的Stay This Way 首次在地上部电台拿下了一位 专辑手肘销售量创新高等 反应越来越好,成绩持续在上升 但是7月28号,PleDys娱乐突然发表声明表示 从8月开始,Promise 9将以巴然体制 进行预定好的日本行程的展开多样化的活动 而成员强距离在结束明年第五章专辑的活动后 将于7月31号合约到期 在双方的讨论下,强距离决定不续约 公司会继续应援强距离未来的路 也希望粉丝们能多多支持Promise 9 应该都已经是预定好的合约结束 却到最后都这么努力的活动 真的很谢谢强距离 PleD的专业是演戏,希望以后也能继续演戏 漂亮,身材好,舞蹈歌唱都可以 以后不能在舞台见面虽然有点遗憾 但是希望能引演员成功 所以有时候觉得有数字的团体名不太好 下个消息是 2020年11月出道的六人组合女团 PlingPling 宣布解散了 7月26号,所属公司声明表示 透过深度的讨论 决定结束PlingPling的合约与活动了 为了出道应该都下了很大的功夫 真的很遗憾 这里不是有很多再次出道的成员吗 竟然解散了,好可惜 我记得出道的时候说过 想要成为BlackPink一样的女团 这么快就解散,真的很可惜 不过有时候觉得 早点这样放人走 也不是很不好的选择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8月份即将回归的idol们 8月1号 海浦旗下新人女团Nujiens 将公开出道曲Cookie 正式出道 8月3号 China将以第二张mini专辑的主打歌 Make You Smile回归 8月5号 Sunuto将发表于 捧摊双样的合作歌曲 女帝存在系列 将在8月8号 以第七张正规专辑回归 男团Gordon Child 也将在8月8号 以第六张mini专辑回归 三人混声团体Cookie 也将在8月8号 以新曲Cookie 回归 新人女团Trevy 将在8月9号 以新曲Leviosa回归 8月16号 男团Turboi 将以mini第七张专辑回归 女团Aivu 将在8月22号 发表新专辑 Efter Like 男团CiX 也将在8月22号 以EP专辑OK回归 8月26号 成员全员序约成功的TWICE 将以第十一张mini专辑回归 卡7成员Mark 也将在8月26号 发表Solo专辑The Other Side 最后是 虽然还没有确定日期 但是已经拍摄了MV 确定在8月份回归的Blackpink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